其實我是把Intent 3 直接再複製一個 變Intent BMI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因為它架構都一樣 反正兩個頁面嘛 只是切過來切過來 只是資料帶過來帶過去 所以基本上觀念都一樣 那我是把它做好的結果 類似像實行直接計算 裡面的話是BMI這個 它的介面是這樣 我有幫各位做一個整理 你可以在我們雲端上面吧 第九章 反正就是剛剛1234 然後還有一個Intent範例的BMI 這個範例是從第三個範例把它複製過來的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把專案直接複製貼過 直接複製後面改一個BMI 第二個就是把它開起來 所以直接把它開起來之後 一樣是針對MVC 不過M的化身體基本上資料 當然你要做多個語氣自己再加一下 我們只要針對V跟C V的話會有兩個 所以第一個畫面就是這個 就是裡面的話基本上 計算BMI 然後裡面大概就這些東西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這個原來的專案是在Eclipse裡面 那Eclipse裡面要怎麼比較沒有問題的轉移 其實之前跟各位分享過的 直接就是重新建一個專案貼過來 完全不會有問題 問題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當然你也可以用匯入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匯入Eclipse的 但是這個問題可能會稍微多一點點 像我剛剛直接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怎麼貼 貼到哪裡 OK 它基本上轉移不是什麼問題 那你建議還是不要用它的工具 直接匯入 為什麼 因為你匯入之後 失敗的機率非常的高 如果你不想要有失敗的話 你變成Eclipse 我前面講過 你的SDK的版本 你要兩個對應 可是有的時候 常常會兩邊沒有match 就會有問題 那你匯入之後 它會一直問你說 要不要裝一點什麼東西 要不要裝一點東西 那你一直裝一直裝 你會發現永遠裝不完 那最後呢 裝完之後還是開不起來 其實網路上失敗的例子太多了 很多人就是會 常常在問說 你就會怎麼樣匯入 其實我後來發現 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單 而且也不會花太多時間 失敗率幾乎也是很低的 只要你了解MVC 反正你就是照MVC的架構 先開個專案 那MVC 該放哪裡就放哪裡 基本上好像問題 因為我剛剛 其實很簡單 把Eclipse裡面的專案 直接就轉移過來 切過來 完全OK了 然後page2 也是一樣完全轉移過來 也沒什麼問題 兩邊是相通的 再來就是說 這個畫面上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要的程式 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也是一樣去宣告 我們畫面上會 一定就是我們會有兩 輸入那個什麼 輸入身高體重還有性別 最後一個button 所以會有五個東西 連結五個 再來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東西 直接就是再轉過來 這裡的話就是身高體重 不過身高跟體重部分的話 因為我剛剛漏了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把除以百 我可以把它拿 因為那個身高部分 其實它預設是要用公尺 而不是公分 所以奇怪怎麼加它上去 計算就會有錯誤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可以把除以百 我看把它拿掉 乾脆呢 你前面的那個UI介面呢 告訴使用者說 輸入公分就好了 也許這裡面的話 前面刮虎CM好了 讓它輸入的是 多少公分 因為那個公式裡面 是要我們做的是公尺 OK 網路上或者是那個 證照考試題目 都是這樣子 那分別就是取得身高 取得體重 取得性別 取得性別 那性別的話呢 再來就是利用BMI公式 去做最後的結果 當然你平方的話 你可以相乘 或者你可以用max.po都可以 那再來要格式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我這邊多用了一個Decimal Format 的類別 這個Decimal Format 是Java的啦 所以你在那個 Java裡面 有一個叫test套件 這好像是不是前面 我們好像有用到過吧 或者說類似的東西 它主要的類型 主要是希望做一些格式化 你可以用Decimal Format 去做格式化 我們假設要格式化到第二位的話 那你可以給一個這樣的格式 它會幫我做格式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資料丟過去 丟過去的話 因為我需要丟什麼 丟字串 然後呢 丟一個字串過去 就是最後的BMI結果 也許我們這邊是 最後計算完的BMI吧 那我把這個BMI結果 把它先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用putstream把它丟過去 那對方就收到了 這個地方我想跟前面 我們這邊只有丟一個字串 就是最後的那個BMI的格式化結果 一個字串 那當然Second這邊的話 一樣就把它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當然再去做判斷 那一樣 畫面上面需要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幾個 總共會有一樣是三個 三個元件 我們看一下 就是丟過來的話計算 然後會有一個textview 加上底下這個textview Advice 就是這一個啦 然後上面是BMI 底下有一個button 再來就是一個intent intent 主要就是要接收丟過來的東西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去計算那個BMI的最後的結果 那做判斷 因為判斷的方式 假如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 我記得我原來是Google那個BMI的關鍵字 然後找到也有人寫好在網頁上面 不過它是寫成JavaScript的版本 那JavaScript的版本呢 因為剛好JavaScript跟Java其實是蠻類似的 那我就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就看到這一部分 有沒有其實那我就想說有點懶惰啦 所以我就把它參考一下 所以如果作者看到這一段影片的話 我先跟你說明一下 上課用 沒有做上課用途 OK 所以就直接拿來用了啦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這一段程式嘛 應該都看得懂 我們前面講過很多就是if 第二個就else if else if 有沒有意思else if下去 那就是說 從上到下不同的BMI結果 會給不同的評語 那就把它顯示出來 OK 當然你也可以寫成switch case 不過我講過啦 我其實個人比較偏好是if else else下去 反正這個也比較好記 而且寫一種就好了 那 select case 基本上就可以暫時忽略它了 OK 然後最後結果就可以顯示出來 那我有把那個最後的這個完成的畫面 幫各位整理出一個資料夾 你就把它這個打開來 裡面應該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這邊的話啟動起來 因為我剛剛可能把 因為它有一些喔 為什麼這邊會沒有啟動啊 因為有一些網頁喔 它那個按右鍵功能取消掉了 那怎麼樣把它保護關掉 就是把JavaScript暫時關掉 那它那個裡面的程式嘛 也可以看到啦 有些保護可以 那所以我剛剛把它關掉 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 我有幫各位整理出來喔 就是說呢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喔 已經把它放上 在這裡 OK 然後一樣就是兩個view 然後呢 最後兩個c 裡面的程式都在這邊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剛好中午休息喔 中午 那我們中午就先休息一下 那下午的話喔 基本上 也許就是繼續再來看那個 上次上課還沒講完的 也許先開個頭抓csv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呢 再把Java課程裡面那個 開放資料部分 還有外匯啦 股市 或者你有興趣的網頁 其實都可以透過類似的方法 把網路上面的資料抓下來 那那個部分說真的 網路上只要是開放的資料啦 全部抓 抓下來都不會有問題 甚至你要做成網路爬蟲 也不是沒有問題 反正就抓那個http嘛 開頭是什麼 你先把它先塞到database裡面 然後看你要怎麼塞 反正一個連一個 一直抓一直抓 你就讓電腦放著啦 看你類似的東西全部都可以 或者做一個篩選器 你要抓同類的東西喔 欸就可以很快全部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讓它自動去分析嘛 那你要得到一個結果 其實也不是太容易 太難的事情 OK 先休息一下下午再繼續喔 謝謝 謝謝